这香菇 在里面起到非常关键的点缀作用 你知道吗 就你本来吃青椒跟红椒的时候 感觉一般般 因为青椒红椒并不是很辣 对不对 但这个香菇就很关键了呀 你本来觉得这个 没什么感觉这个米饭 一手香菇汁在上面炸了出来 我的老哥 好像一开始觉得不怎么好吃 但是这个香菇跟这个洋葱 他就把这个东西调和得很好啊 是不是 有没有道理 买双鞋吗 不要了 红马脑 你的空手接不住我的白刃 你的空手接不住我的白刃 你挺跳的嘛 还打不打 我们打得好像还好啊 这个兄弟不打真伤的话 好像对我们的威胁并不是很大 吃口药 上当了呀我 上当了吧 一技能 我很强 比你更强 不好意思 刚才哪个细节呢 就是我跳一个兵嘛 我跳了个兵 一技能刚好打到他 对吧 对吧 我打到他了后 我打到他了后就那个 哎怎么卡了呀 是的 没想到吧 哎这个人是过来吃了我口药 在走的 这 这个纳克洛洛 怕是咬点东西 把他大招直接踩了一脚 然后吃了口药 跑了 这么来压我的吗 细节在哪里啊 就是你这个风火轮 你打到的东西越多 对吧 风火轮打到东西越多 这个移速越快 所以说咱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咱们要做的就是 跳到那个兵中间 然后一技能打到四个人 我一速就快起来了 啥 跳过去 没打到 看那边四层 我再跳 打不到了 直接直接一波把兵都烫死 我要走吗 开了个大招浪费表情了呀 这就很尴尬了 还是刚才那个思路啊 是不是 咱们要怎么做 就直接往这边走 一手一技能 因为你不需要移动速度啊 你这个一技能打到小兵 打到的越多 你就一定会加移动速度的 好吧 跳一下 躲一下 躲一下控制 我飞过去了 跳一下 再跳一下 有二技能吗 我上路塔 我上路塔可能要没了呀 我们先把这个红脸朵红给做了 这鞋子先一击小鞋就够了 帮我加个速 小老弟 这塔还是守一守 虽然我血线很低 但打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好 他让我走了 很好 开大 飞过去 这人应该就走了 可能会有人来卡住我 但问题不大 跳了两下 帮我推了一波 那我直接溜了呀 这里有个回程 我先一技能烫他 烫了后我再走 这一波我居然没把他杀掉 因为那个铝布好像原地跳大了 这一波为什么我们没打过啊 不对呀 跳他一下 再跳 再跳一下 一手一技能 烫不死了感觉 走一下位 一技能A他 再走位 再A他 等我二技能好 一手一技能加个斩杀 直接送他走 再A 再一技能 再吃口药 给了我个二技能 兄弟我想回家 好的 谢谢 溜不溜 很简单 你最主要是这个二技能 是吧 可以瞄 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跳 然后残血的时候给大就行了 咱们现在就是 做这个暗影战斧 或者冰心都行 做了暗影战斧的话 单杀能力更强 然后你不停地叠自己被动 我思考一下 还是暗影战斧好 你这个被动 就叠五成 加一速 加的特别多 很猛的 好吧 这个被动 就是一技能打到人越多越厉害 然后你把减CD丢出来以后 你看到我现在是有一个减CD 对吧 你再把这个减CD做出来以后 他就很难受 我飞了过去 看一下 一手一技能 A一下 跳一波 A一下 再跳一波 再往这边走 再跳他一波 A一下 一技能 开了个大招 直接往 直接往这个人脸上冲了 不用管了 往这边一拉 顶一下 A一下 他是不是要跳大了 他应该是要跳大了 我就断他一波 再断他一波 开一技能斩杀 A 这个二技能不能 不能连按 是最讨厌的呀 我已经算了 他要那个丢那个什么 大招过来 我二技能把他那个大招给断了 断了后 断了后 还是差点 差点东西 尽力了 可恶 等下撞人的时候 一定要把别人顶出来 好多人就是玩哪吒 玩到现在都不知道 这个大招是怎么用 这个大招撞过去的时候 你还拉方向剑 好吗 这个已经说了好多好多次了 但是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每次讲这个哪吒 哪吒用大招可以把别人 往另一个方向顶边 都觉得 哎呀 好神奇呀 这个已经好多人知道了 但是还是有大部分同学不知道 跳一手 哎我 开个大 站个痛快 枪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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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顶 跳走 再跳 一手一技能加速 跑得快不快 买个装备 买个装备 是吧 五层 买个魔女吧 算了 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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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技能 是吧 先标被动出来 被动出来了 然后再再划一下 这四层被动 你不停的 一技能能保持循环用的话 就很猛 他踩我一脚吗 加速 给了一些 开了个大招 然后呢 我思考一下 他让我们回去 这边还在杀 给了个大招 兄弟 有没有大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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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 哎 这 这么多人头 不让我玩 不管他 直接点塔 点得好 我走了 我去刷兵线 留给他们 我们去带下路 打四一分推 分推起来 想一下呀 你现在只用安安静静的带 然后飞过去就行了 他们来抓我的话 我们这个大桥 是会可以给大招的 往这里面蹲一下 不停的压线就行了 好 这个人过来了 我开大 A一下 直接往这边飞 哦 再见朋友们 是吧 往这边顶 顶一手 给了个炸 别急 我跳一跳 跳一下 A一下 一技能斩杀 再跳他一下 A一下 斩杀 一技能 再接 买了个装备 A他一下 A他两下 这哥们过来踩我一脚 但他好像也没踩 这边一技能 我不想回家 那我还是成功回去了 那游戏这把就结束了呀 这就 四一分推是什么 他们四个人在推上路 推下路啊 然后我大招去支援 好吧 这个茶叶蛋煎得好呀 烫死一个 那还可以呀 玩狗队 七号码 但我今天一直连胜啊 我开训练营再说一次啊 虽然有些同学已经听腻了 但是我还是再说一说 喜欢玩哪吒的同学 再听一听 这个大招好好放 放得好就很厉害 等这个人出来 演示的比较清楚一点 好 是吧 你顶他 你不管的话 他是往塔里面顶的 你就冲到塔里面去了 对吧 你要在塔里面打他 这就很笨 不是个好方法 对吧 你那么过来 你是为什么要去打野呢 哥 你好好当 你好好做一个人机 不行吗 好 他站在这里 然后我们开始拉方向键 对吧 你刚才顶了一下 他往塔里面顶的吧 你开大招 往这边撞 方向键拉着 看到没 左下角这个方向键 我一拉 看到没 他是往外出来的 是吧 他是往外推的 懂我意思吧 明白了吗 所以说你按方向键 跟不按 是不一样的 然后你比如说 这个槽里面 这个队友要过来支援 要抓这边的人 你把他往塔下顶 这不是害队友吗 对吧 所以说你要开大招 给他一下 往草的那个方向顶他 是吧 看到没 是不是 懂了吧 所以说你开大招 拉方向键 好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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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